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星學界花仔 Channel 今天我們會去到一個港人熱區 Ipswich去看一間學校 這間學校在香港家長群中 雖然出名 不過不是很多人首選 就是因為他們的寄宿數目沒有那麼多 今天我就會去到他們 因為那時候他們的房子 大概是一個男生的房子 一個職位 Ipswich學校在哪裡呢 其實如果大家知道 Universal of Essex 它是英國的東部 它如果搭火車 就在Liverpool Street上 就在Colchester 之後那個站就在Ipswich Ipswich和Norwich其實很相似 不過Norwich就會再上北 東北面多一點 通常如果你在倫敦出發 就是最後一個站 很多家長都不會特別說 我想去Ipswich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交通方面 是沒有譬如說在Surray 或者是Hurvish 或者在倫敦 更加比較近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英國的東部交通 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們譬如說 大概同一個路程 其實有兩個多 可能你同一個路程 兩個小時你已經去到Bristol 遠很多 不過來東部這邊 你可能兩個小時 只不過去到Colchester 或者剛剛好來到Ipswich 這樣而已 講回Ipswich 為什麼在香港家長裡 那麼出名呢 因為他們的成績 是真的非常極度 十分優異的 如果說他們的A級 大概A升至B 是差不多八成左右 而本地為什麼出名呢 就是因為其實本地那一區 就不是那麼多私立的學校 所以很多如果對成績 或者升學有要求的家長 都會送小朋友去那裡 我第一次遇到一個 Ipswich的學生 就是我做家活日的時候 其實都差不多說十年前 不過很特別地 當我是第一個 或者第三、第四、第五個 Ipswich的學生 全部都是男生來的 所以一直以來 我的印象 都是Ipswich 可能喜歡收男生比較多 今次我們也有看到 校長 也看到他們的招生官 其實他們就說 現在他們的男女比例 已經去到五成 很多香港人 亦非為首選 招生官跟我們說 檢至十個香港人的BNO學生 已經就讀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聯絡我們 下一集再見